可能很多朋友都吃過這個甜品 但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還有它的蛋味相當香濃、好嫩滑 還有它的做法簡單,你沒想到 先來準備一瓶順牛奶,他走來坐坐 不關他事,他走了 半碗冰糖放入鍋裡,加兩碗水 一定有朋友問,那是多少蝦? 可以,看皮膜,幫你們請做黑素 煮熔糖後,攤凍它,然後再來發蛋 3個雞蛋,這裡可以做3碗 糖水攤到不燙手就可以用 再將雞蛋倒進來,然後發勻 又有朋友會問,我換牛奶行不行? 不行啊,換牛奶的話就叫牛奶燉蛋 搞定之後,過篩倒入碗裡面 然後用廚房用紙,撇走婆婆,好好洗的 再來包上耐高溫保鮮膜 不喜歡的話,包石紙 冷水落鑊,用中火蒸10分鐘,燜8分鐘就可以了 這樣蒸蛋就算過了時間,也會滑滑滑的 這個甜品叫冰花燉蛋,冰就像冰糖 花就像豆腐花那樣嫩滑 做法這麼簡單,想失手很難 做法這麼簡單,想失手很難